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要講一個意外 前幾天我報新聞也有報過 就是有一個人在西貢那邊潛水 然後就過了身 浸死了 之後發現誰是那個人的教練 當時是一對一教潛水的 那個教練就是陳建峰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誰是陳建峰 就是前無綫的小生 當年跟林峰、吳卓熙那些被捧為身五虎 被無綫力捧 曾經也是奧運六星 有人說為何會轉行做潛水教練 今天又會說到他原來也有個老的病 他這件事應該是意外 但他就搬來他的住所 就說近年其實他已經是消聲匿跡 因為他也是很低調地轉行做潛水教練 真的潛水了 早前因為有學員 潛水匿蔽 令到他再次成為新聞的人物 事關當時在場一對一教練 正正是他 消息曝光之後 他就急忙 搬鬥 避世 有記者拍到他搬去酒店 拒絕回應這件事 也很嚴重 一個資深的潛水教練 竟然跟他一對一的時候 竟然是浸死了 一個學員 這件事非常嚴重 就說去年他透露自己患上了腦有遺傳病 之後就慢慢淡出幕前 最近得到他的消息 是壞消息 因為誰想去做教練 然後學員和你一對一的時候 又浸死了 今年43歲的他 捲入一宗潛水的意外 是四天之前的 我記得那天 每逢星期六日 我就會報那些欺山莫欺水的事件 每個星期六日 不是人行山中暑 死了 就是在水裡浸死 誰知道這件事 竟然跟陳建峰有關 那天一名47歲的男子 在本港的潛水熱點 西貢的東芯旗 找了陳建峰教練 單對單教潛水 但是後來被人發現 這個男人在碼頭附近 再浮再沉 懷疑欲匿 於是立即報警處理 事後這個男子送去沙田威爾斯 醫院搶救 最終不治 有消息指 今次這個男人 報讀的潛水課程 事發的時候 教練就先回水面 就留下一個學員在水裡 就發生悲劇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真是不知道 事有湊巧 陳建峰自從宣布淡出娛樂圈之後 已經是考獲了不少技能級的證書 很多的 他不只是潛水教練 有讀木舟 盲人手語 嬰兒護理 這些牌照 嬰兒子也關他的事 也當然有潛水牌 近年更加是 視娛樂於工作 做潛水教練 開授這個潛水課程 面對這個指控 陳建峰的反應 也相當有嫌疑 報紙說他而已 其實我覺得他挺好人的 因為我跟他做過事 他的態度各樣 是陰柔的 但也是一個好人 為什麼說他有嫌疑呢 因為他火速搬來位於河民團的住所 想離開面對記者的質問 所有的質問他一概都不回應 最後拍到他跳上的士 報紙說他發福不少 我們看到照片也有個小肚子 而那個的士一開 就開到港島區的一間五星級酒店 看來陳建峰打算實行是真潛水 而他的經理人也稱 就說因為疫情 再加上在加拿大滯留當中 對這件事一概不知 也無可奉告 回到這件事上面 事件引發不少網民的熱議 包括質疑 教練為什麼可以快過學員再上水面呢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御匿人士是被圖人發現的呢 當時陳建峰教練究竟在哪裡呢 目前警方仍在調查案件當中 相信究竟當事人是不是陳建峰呢 很快都水落石出 教練是不是他 不是他要怎麼走呢 如果不是他其實他可以說 其實是別人教他 我覺得這件事就不要說不關事 也有很多照片拍到他 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看到他在學急救 很多照片在資料圖片裡面 那他去年 就曾經自爆他患了一個 腦部的遺傳病 說腦部少了一條血管 加上呢 人到中年 令到他覺得應該是珍惜時光的 他就由近年 主力在內地拼搏拍劇 轉而開始減輕這個工作量 更開始傳教 信教 傳福音 誰知未到一年 就捲入這個潛水以外 真是禍不單行 這樣說 原來他就不是說 今時今日 剛剛教這個潛水 他不是的 就說有報紙找回他 那個紀錄 他是 2013年 也有八年的時間 已經開始教人減潛水 那當年 還說 為什麼他會做潛水教練呢 為什麼呢 他就說 其實是 他本身在大陸發展得好 也都說 不想被人知道他是做潛水教練 他是低調做教練 如果他高調的話 他又會拍YouTube 拍很多照片放上網 但就不是的 沒有這件意外發生 那些人都不知道他是潛水教練 就是不會因為他的名氣 就找他教 就是想學潛水 誰知道最後 那老師原來是他這樣的 連經理人都不想 不想周刊拍 Samuel 陳健鋒 是潛水這件事 就免得影響到他的 這個 演藝的事業 因為感覺上 你知道很多 他經常說 許廷鏗做牙醫 兼歌手 其實就好像 就好像不是很專業 那件事 人家真的會亂寫 你在那邊找到吃 要不要去那邊 但是陳健鋒 在大陸是找到吃 因為說他近年是 榮登多套內地劇集的藍衣 他這些款式 在大陸是吃得開的 白白正 斯文靚仔 所以 周刊說其實都理解 理解的 還有他真的有很多資格 除了是這個 紅十字會的隊員 還有 還說是救生員 有救生員的資格 再深入一點 就是潛水 做了教練 一切 有跡可尋 他為什麼會跟潛水結緣呢 原來他那時候 在TVB 去到馬來西亞拍節目 被分配到山線 聽同事說 水線更加好玩 所以他就留下 學習 本身是有山有水的 去馬來西亞拍節目 他看到水線更好玩 陳健鋒說這種人 做人沒有叫他做的事 因為他就是貪玩的 例如 報稱教徒 很多都是不裝香開鏡 他是其中一個 他做人有規有矩 雖然是貪玩 但是有規有矩 就說貫徹始終 喜歡一步一步去完成一些 考牌的事情 他就是認真的 不是騙人 不是說什麼 其實他都不需要 因為他本身在大陸 是做得很好 你看他很多套藍衣 最後周刊就說他 其實當時 是不想在大陸應酬 做一些 叫做 一定是要做護旗手 或者是發表一些 政治的取向 他說現在大陸在大陸拍攝 已經不可以說 沒有啊 我不表態 他已經沒有一個不表態的 自由 所以到最後他 是減少了在大陸的工作 他說解約前 那套叫做 王老虎搶親 和紅武三十二 一套扮女人 一套就演太監 他說 這些 覺得是要做其他事情 平衡一下心理 說到鄭醫健 都有走去潛水 都是有這樣的興趣 他自己也是有這樣的興趣 他說時間很寶貴 就想學多些東西 就彌補在TVB一些光陰 我都明白的 其實在電視台做事 就是很浪費時間 日以繼夜 沒有日沒有夜 在拍攝 那時候看到他 就 因為他這些是男一 有人 我跟阿希哥說的時候 說他在TVB 陰陰養養那些 當然不是 我說 最命大哥 四大明報 他是男一 力捧的 他不是陰陰養 只不過是 阿希哥沒有看電視 我都沒有看的 只不過當年我做電視 我知道他是男一 他一定是力捧的 那些師奶 那些什麼小姐 肯定是很喜歡他才力捧他的 這件事就是意外 究竟是怎樣 都要看看警方查到什麼才知道 他說 還有說他為什麼不喜歡回大陸工作 他說大陸的標準 他就不用問了 又混亂 他說其實很多機會 因為他這些 在TVB有一個 有一個 做過男主角 上到大陸 基本上很容易發展 再加上他的款式 各樣 都是 有一個叫做某某電視台的認證 這些 他是自己放棄不做 就不是說 搞不定 而走去做其他事情 而他在電視台 就覺得 其實他好像在大陸 感覺就是 你在香港電視台做 就像是賭博一樣 他說他都不怕冒險 只怕就不夠均真 不均真 做了又沒有一些好的東西給你 他說 雖然大陸沒有一個正式的頒獎典禮 但是開放交流情報總好過香港 靠討好一兩個高層 而換獎 他說得很明白 所以他都決定 就算不在香港 他都要回大陸發展 但回到大陸的時候 他又覺得大陸都不適合他 因為始終 他想做的事情好像真的太多 要學的事情 你看到他這麼多專業資格 求之欲也是很強 最後 這件事就令到觀眾再次 挖出來 究竟在做什麼呢 有所有的條件 但是因為身體的一些問題 就是腦部有一個 叫做 少了血管的遺傳病 覺得自己不可以再虛道光陰 因為你拍劇真的很辛苦 這樣搞法 很多我們做觀眾都很幸福 你見很多拍古裝 真的很辛苦 我記得當年為什麼我說他好人 就是因為 那時候我們穿著古裝 他就說 曬死你啊 過來吧 這樣跟我說 其實我不認識他 因為他也是很關心人的一個人 那為什麼今次會 就是自己一個教練 先上了水 而學員還在水裡 被圖人發現呢 這件事究竟是怎樣的 來龍去脈呢 真的要將來 挖出來 再跟大家跟進 聽到這宗消息 其實我也不太開心 因為他本身這個人是挺好的 竟然有這樣的事情 當然會有些網友出來說 你不可以這樣說 這樣的責任 歸咎於什麼教練 因為是一對一 這些我們太多的詳情 他也不願意透露 我們要知道的都說了給大家聽 希望接下來聽到 是一些好的消息 好嗎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各位